金融市長劉柳昌公布5月31號兩名確診者足跡 其中一位是七堵明德一路一間美髮店的美髮師 另一位則是愛五路一棟綜合性大樓的管理員 這名管理員曾到過萬華茶藝館 5月15號出現症狀後還持續上班十多天 他到診所去就診四次 目前的疫調了解是他其中有三次是去拿藥 就是他持續覺得身體不舒服 一直到5月29日 他開始覺得有呼吸有急喘的狀況 所以他到醫院去急診 之後經過醫師的流治採檢之後確診 所以他從5月14號出現狀況 到5月29號被採檢確診 中間的時間長達15天 有管理員有確診的情況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雖然這棟大樓有診所及護理之家出入人員多 不過金融市衛生局長表示 這名管理員是上大夜班 研判與大樓其他住戶接觸並不多 因此初步只匡列與他交班的管理員 我們8220他的上班時間他是大夜班 他均依規定來做消毒以及全程都有佩戴口罩 所以我們在初步疫調的時候 我們暫時匡列的他的前後交班的同仁 那為密切接觸者 後續疫調時我們才會依風險的高低 來決定匡列的對象 另外金融市6月1號新增8起確診病例 有台北靠航的計程車司機 台北藝術中心工地工程師 護理之家住民及台鐵南港車站 紀念品商店員工等 牛昌分析有三例是在台北工作場所關係 還有與家人確診有關 那因為這個工地 陸陸續續有多人傳出確診 所以被通知停工 那他是在5月30日之後 5月30號覺得身體不適 然後去就醫 那經採檢之後確診 那目前也正在進一步疫調當中 另外林二昌也證實 6月1號金融市只分配到1700劑疫苗 與金融市政府向中央申請的 15000劑數量差距頗大 林二昌直言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沒有做到區域聯防 我們覺得說 這樣子對基隆來講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在日前提出的要求是 希望基隆應該比照雙北 那比照雙北 那雙北是怎麼樣呢 雙北這次CDC給的原則是 第一類加第二類加第三類的人員 那全部都施打 所以我剛剛說過 我們是一個北北基陶的首都生活圈 那基隆很多染疫的人 其實都是在新北在台北的工作場所 那這個沒有辦法用 這個幾個城市 說新北台北 然後跟基隆不一樣區隔開來來對待 這個還是一個區域聯防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也是再一次呼籲 未來相關的疫苗在做這個分配 以及資源在做分配的時候 應該把北北基陶視為一個首都圈 一個區域聯防的這個區域 共同的一個區域 根據基隆市衛生局方面統計 基隆23類人員加總還需要2826劑疫苗 牛昌再次表示 北北基陶同屬首都生活圈 呼籲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應以區域聯防為前提 來考量疫苗分配數量 記者張祈澄金融報導